其實講到尾做靜心都是一個目的, 想個心靜, 我們心很靜的時候已經是天人合一的境界, 我們想去這樣做不用一定要做靜心的, 你有沒有想過平時在日常生活, 很多時你不用刻意去做什麽活動, 我們的內心相對來說已經是很靜很靜, 譬如你放了工, 吃完晚飯, 拉上太太或者牽著狗去散步, 你煩了一天,累了一天, 覺得現在就鬆了, 那時候你已經達到了心靜的一種層次, 或者老婆一早起床, 搞早餐, 叫小孩和他們換衣服上學, 就是送走了老公, 就是送走了子女, 唉,暑了一口氣, 躺在沙發那裡, 沖了一杯茶喝, 聽聽音樂, 嘩, 所有的意念都消退了, 沒什麽想了, 這個就是靜心的狀態, 或者你都試過, 早上一早起床, 你的意識都其實還未完全清醒, 所有事都是很朦朧彷彷彿, 左腦好像電腦那樣, 都還未搏機, 這個就是靜心的狀態, 或者最多人體驗到, 就是晚上, 就是臨睡之前, 就是去洗澡, 浸在浴缸那裡, 尤其是冷天, 找些暖的水, 找些什麼鹽做泡泡肉, 全身放鬆, 內心渾柔太虛, 沒有了些憂慮, 這就是靜心的狀態, 如果你想明顯一些, 平時你一個人的時候, 唱歌給自己聽, 玩樂器彈琴那些, 畫畫做手工, 或者在大自然裡面漫步, 沒有東西想, 忘記了煩惱, 這個就是靜心的狀態, 講了這麼當作的情況, 這些狀態有一個共通的特徵, 就是很自在的, 很滿足的, 覺得很安全的, 很喜悅的, 忘記了自己在做什麼, 所以其實講到尾, 靜心根本就是一種狀態, 我們所謂去做靜心, 只不過是找一些手段, 例如打坐, 念經, 呼吸, 觀賞, 達到這種狀態, 在這裡享受, 大家明白了之後, 就知道自己做什麼, 做正心是做什麼, 拜拜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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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,